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此后主要传人有黄华宝 梁二帝 陆锦又呈大花面锦等人 后逐渐衍生出多家流派 其中包括黄华宝 梁二帝传梁赞 梁赞传陈华顺和李应 陈华顺传叶问 李应传黄珍 陆锦传冯绍青 再传阮齐山 阮齐山传黄珍 陈能 黄珍 陈能传黄护方 米姬王 后米姬王自成一派 米姬王永春泉是在圆永春泉的基础上 柔和南北诸家泉术精华严创而成的 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习者可从练习过程中体会到游武入道的过程 是一种薄萃 也是一项传统体育运动 科学有度的习练米姬王永春泉 可达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 强身健体 异兽延年的目的 米姬王永春泉是干阳术 并非招式武术 即是说 传授过程是用三套拳 交汇息者三套原理 由特殊到一般 并逐步提高息炼者 对这些原理下意识运用的能力 而不是下意识运用招式的能力 然后抛弃招式 米姬王永春泉拳术中 包含了十二路散手 小念头 小念头 陈巧 标志 路人庄 沾手 搏击 六点半棍 二字前阳夺命刀 米姬王永春泉 米姬王永春泉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 突破传统教学观念 已经形成学科式的教材 实行量化式规范式的传播永春泉术 米姬王永春泉总管 设立在广州市天河区 不但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永春爱好者 而且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前来习练米姬王永春泉 目前已成功在广州市花都区 以及欧洲的捷克 法国 德国 丹麦 丹麦 意大利 比利时等地 开设了多间分馆 永春泉已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 成为了连接不同种族 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 不同国家的文化年代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 米姬王永春泉的传承已到光大时期 面对众多求学的弟子 米姬王永春的传承人黄念仪师父 是难依依言传身教 难免顾此失彼 行似神师 为此实为忧虑 望能得到保护士的支持 将宝贵的中华武术文化遗产 发扬光大 在未来的日子里 米姬王永春馆 将继续努力在国内外 增设更多分教点 分管 加强文化推广 出版教学书籍 光盘 制作动漫等 力争将 米姬王永春泉 普及到世界各地 让更多永春爱好者 感受我文明古国 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交流媒介 米姬王永春泉 在充分展现中华人民 别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和生命理念的同时 以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健康文明的认识和追求 今天 在世界人民充满健康和谐的期盼中 我们相信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米姬王永春泉 定能发挥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